文章来源 彭泰新闻 8月30日 中国农业大学举行了2024年新生开学典礼 彭泰新闻注意到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奇信在讲话中透露 袁隆平的孙女今年也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 是2024级的新生之一 孙奇信提到 9543名新生 是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19年来最大的招生规模 我们很高兴看到2024级新同学中有很多感人故事 同学们怀揣梦想 怀揣为祖国强大而学习的梦想来到中国农业大学 特别是有若干对双胞胎姐妹 兄妹一起考入中国农业大学还在同一个班级 他注意到 会场布置了四个字和下乘粮 这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两大梦想之一 袁隆平先生有两个梦 第一个梦是河下乘粮梦 追求水稻的高产 更高产梦 第二个梦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当前 杂交水稻覆盖全球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试验示众和推广 而且成为许多非洲和东南亚国家解决粮食问题的重大科技成果 孙秦信还称 今年我们在现场签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问同学们为什么报考中国农业大学 有同学说 是因为在中学时学到了袁隆平爷爷为国家做奉献 为世界做贡献的事迹 所以要沿着袁隆平爷爷走过的路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年的磅礴力量 那么 你向大家透露一个消息 袁隆平先生的亲孙女 今年也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 是我们2024季的新生之一 孙秦信话音未落 现场掌声如潮 据中国农大新文网报道 当天 全体新生身着各学院文化山 整齐华衣有序落座 成就辉煌 杨帆远航发奋图强 使命担当以自找苦吃倾情告白 在民族复兴征途中 强国有我 横幅标语在场内一次排开 动发豪迈的青春激情 见证新同学 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孙秦信最后寄予道 希望同学们 坐有情怀的创新一代 坐有志气的创新一代 坐有担当奉献的创新一代 坐有自信的创新一代 坐有作为的创新一代 为强国建设 做出实实在在的新功绩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出更大的贡献 祝愿同学们学业快乐 生活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或订阅 绝正关系数全 day Delta Delta ... 感谢观看